哈囉我是劉哲 這個週末呢我去了一趟新竹 然後在新竹的巨城呢 現在就看到了一個我之前就很喜歡的 專門賣雜貨店的牌子 就是 Nature Pigeon 這個之前我那時候還在台北念書的時候 就很常去他們家買 他們家的東西幾乎都是50塊 但是現在也有比較多 可能150或250那種比較高價的產品 那大部分都是走比較 鄉村那種雜貨風的感覺 因為我很久沒逛了 然後這次就買了一大堆 所以我就想說 我順便在家裡簡單跟大家開箱一下 我這次去到底買了什麼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次買了還蠻多那種吃的商品 所以他們其實都還蠻用心的 會用那個紙把它一個一個包起來 那我買的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呢是一個像是花的一個小碗 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花色還蠻可愛的 而且就是要過年了嘛 這種花的感覺我覺得還蠻適合的 所以就買了一個這樣子小小的碟子 那第二個呢一樣也是盤子類的東西 我買的是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長碟 它上面也是有一個 有點北盒風格的圖案在上面 這樣接下來 喔 這個是我這次看到覺得最喜歡的其中一個東西 這個應該是他們最近的新品吧 超級可愛的 它就是一個小房子的一個收納盒 打開之後裡面是這樣子 就是可以裝一些小東西 啊平常這樣子放在旁邊也很可愛 這我覺得完全是我的菜 所以這個我買到我覺得超開心的 接下來的話我還買了一塊這個布 這個布類的商品其實我覺得也是他們 就是很不錯的一個系列 那我平常就是寫手帳啊 有時候墊在下面要拍照的話 我就會選擇這種小塊的然後有花色的布 那你就可以隨著就是可能季節 或是你的心情去換不同的花色墊在底下 這個也是50塊 覺得還不錯 接下來是這個 這個超級可愛 這個是那個吐司盤 這個我那時候在官網看到的時候 我就一直很想要買 然後這次終於有機會到本店 我就買了一個大的吐司盤回來 那它除了這個大的款式之外啊 它還有一個比較小的款式 我有買了另外一組東西裡面會有 再介紹給大家看 然後它的上面啊是 就是有一個時鐘的圖案 是寫8點 應該就是早上要吃早餐的時間吧 很可愛耶 如果說在裡面裝一些 就是比如說荷包蛋啊 或者是裝香腸什麼的 或者是麵包在旁邊這樣感覺 就是一個很上向的一個盤子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細節 接下來也是一樣是盤子系列的 我買了這個 這個顏色我覺得完全看到就燒到我耶 它是這個地方是做有一點點浮出來的 那種浮雕的感覺的 然後是還蠻厚重的一個盤子 這個是應該也是比較新的款式 然後不太便宜 像這一塊就是要250塊 但是我覺得很美 我發現我好像買了很多就是盤子啊 碗系列的東西 好那最後呢就是幫我媽媽買的商品 那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呢它是一個小小的小花瓶 做的有點像是富士山的樣子 它本身尺寸其實還蠻小的 大家看我的手就是這樣小小的一個 再來是一個很大的組合 那個時候是他們的擺設裡面 他們就是這樣子整組這樣擺 然後我們就把它整組包回來了 我先組裝一下給大家看 好我組裝完了就是這樣子 它呢其實是一個圓形的木盤 然後再配上上面的那個四分之一的一個小的瓷碗 它是這樣子一次是兩個兩個賣 所以你要湊成一個圓的話就是要買兩組 平常的話可以放在餐桌的正中間 然後中間可能可以放一些你喜歡的擺飾這樣 比如說放一朵花 或者是像剛剛買的那種小瓶子之類的 就擺在上面應該都會覺得還蠻不錯的 之後不是快要過年了嗎 你在這地方放一些那種過年的時候 那種年貨的糖果 放在那邊我覺得其實也是還蠻漂亮的 好的那最後最後我買了一個是尺寸比較大的東西 好我直接去把它拿過來好了 超大的 為了要把它從新竹帶回來 我還是就是全程這樣用手提提回來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好那我現在已經把它組裝完了 就是這個 它是一個小小的像是梯子一樣的一個擺設 但它的構造其實也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原本的架子 然後再加上兩塊這樣子的木板片 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家裡的角落 這個是250塊 我個人是覺得以它的體積跟質感而言 算是還蠻超值的 比如說我剛剛就是把我買的東西 簡單的稍微佈置一下 放在房間整個就是有一個很可愛的角落 那它其實本身重量不會很重嘛 最後呢我這次也買了小小的禮物 要來抽選送給我的觀眾們 那我就是要抽選的是這一組 登登 這是他們自己包裝好的組合 我覺得很可愛 就有一個小的吐司盤 還有一個可能類似奶油的刮刀 然後旁邊一個木頭製的小碗 跟一個擠座 這樣子的一個set 我的頻道最近也差不多要 往500人賣進了 那我就想說順便買一個小小的禮物 參加這個抽選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在下面留言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你要留什麼東西都可以 只要有留言的話就算 那我會在1月15號的時候 會抽選出得到這個的幸運的觀眾 把這個東西寄給你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人的話 歡迎你們就是在下面留言 那就是這樣啦 趕快留言參加活動吧 掰掰 按讚 按讚